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 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 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 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斤费都要公开 打造阳光财政 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也要减少三分之一 今后还要进一步减少 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把银改增试点扩大到铁路运输 邮政服务电信的行业 清费利税 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 做好房地产税 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 进一步扩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 减轻企业负担 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逐步理训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 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 把地方政府性债务 纳入预算管理 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防止和化解 债务风险 实际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